我们这对花瓶是美好时代资产阶级装饰的最佳范例之一。 该模型被称为Butay Parasol波斯瓶,由塞夫勒制造厂Manufactured SvS,于1874年根据一个古波斯的原型金属制造。塞夫勒制造厂Manufactured SvS,还生产了和该模型相似的其他作品,颜色和装饰都有变化。 他被著名雕塑家欧内斯特凯利·贝勒斯Arnest Carrier-Bellos选中,后者在1874年至1887年期间担任该场的艺术总监。 波斯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非常细长的瓶颈,它由白瓷制成,通常是有色调均匀的蓝色图案。 我们介绍的,这对花瓶制造于1887年,是一个古蓝色又下彩瓷器,随后在1888年镶嵌镀金花边装饰。 蓝色被认为是波斯陶瓷最受欢迎的颜色,这种文化在19世纪下半叶引起了陶器制造商极大的兴趣。 在这个时期,人们厌倦了新希腊和新伊特鲁里亚的幻想,热衷于异国情调和东方元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